是誰要在那邊啊 當時企業囂張 夥同一堆小弟雜電鬧事 這下終於落網 他就是這回三爐大戰的主賢 28歲的戴姓男子 第三四個在中間那一台 也不管被問了什麼 一句話都不想回 這個月4號先糾重到 三重的娛樂直播公司雜電 結果引發了一連串的暴力衝突 如今和小弟通通狼狽被帶 我們今清查他們 這雙方其實是同一方的人馬 共同投資一個賭博的網站 然後我們經常都是 我們山盧地區的在地人士 檢方調查 這雙方都是竹聯邦邦派分子 一開始戴姓主賢和朋友 一起投資網路賭博網站 但是拆夥時資金交代不清 戴姓主賢欠下上千萬 兩邊就在網路上互相叫囂 結果他欠錢竟然率先出洞攻擊 把人家一樓玻璃門砸出九個大洞 結果直播公司這一方 同一天凌晨兩點多 開車到戴姓主賢的蘆州據點 向開槍卻遭反擊 五個小時後再度尋仇 不管警車就在旁邊 這回連開五槍 只是這些都沒完 隔天又到板橋開槍卸份 還錯任店家物極防重公司 竹聯邦旗下小弟因為投資糾紛 鬧出內訌兩方互槓 在新北市接連兩天鬧四起衝突 一下開槍 一下砸點 警方不敢大意 迅速成立專業小組 一次逮捕17人 還要向上掃蕩 不容惡勢力再作亂 TVS新聞 羅翁長林英傑無限 SNG小組 新聞室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